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关 讲到健康 这几年在台湾 有些人是这一个 非常夯吃肉吃到饱 然后另外一个族群是 蔬食或者是吃素吃到饱 那在台湾吃素的人口当中 有相当高的比例 他们其实是大量的长期吃 各式各样的豆类跟豆制品 那这样的这一个饮食 在素食的选择当中 事实上也未必健康 那如果要吃素 或者吃蔬食的话 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搭配跟应用呢 待会这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 一起来分享 好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陈兴梅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肝胆肠胃的专科医生好朋友 肖多男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小额科的医生好朋友 麦建芳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复健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彰龙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健康好朋友 谭敦池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方老师 大家好 我先问一下心梅医生 我觉得在台湾有两种族群 很极端 有一种族群是无肉不欢 三餐都要大鱼大肉 没有肉觉得今天像没有吃东西 但是在台湾有一群 不管他基于宗教 还是环保 还是各种原因 他可能吃素跟吃蔬食 所以我们今天市面上的很多道具 我们企划就有准备了 那事实上过度的饮食的偏颇 都会影响到健康 首先我先讲一下 因为我其实之前好像在节目中分享过 有一段时间因为许愿 那时候我连续三个月 我是完全吃素 但也因为那一个三个月后 其实我家的饮食 真的就进到大量变化 我变成是一个大概70%的素食 不能说完全素食的人 因此其实我自己在看待素食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想法 其实素食在很多研究观察到 比如说他对心血管的保护 他对于这个癌症的保护 甚至对有一些免疫的保护 好像他的研究都是好的 然而其实就像刚刚宁冠姐讲的 有一些人他其实你叫他今天改成吃素 其实是很难的 其实素食里头文献中研究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拿这些精髓在饮食中用 其实就是可以的 相反的假设我们今天是因为为了要吃素 可能吃到了过多的加工食物 其实这个反而是我们所不建议的 那我就来举例一个 这个病人他其实后来我们是用素食中的 其中几个原理 对他的加分就很有效 这是一个大概40多岁的人 他当时来我们诊之前 他已经有糖尿病跟高血压 那他来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 他一直觉得他每天都有一个低烧 这个低烧其实没有真的被确诊 什么可能感冒感染等等的 但是每天都低烧就让他很困扰 后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 他的低烧其实是来自一个自体免疫性疾病 叫做红斑性囊肠 那那个时候刚好就遇到了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的时候他其实在有一次 他就不小心中奖 中奖完之后呢 那一段时间我都没看到他 为什么 因为他都在免疫风湿科的病房住院 因为他因为新冠肺炎之后呢 他的这个免疫指数整个就大爆发 这个大爆发攻击到他的肾脏 让他的肾脏指数变成肾脏 慢性肾脏病第三期第四期 那时候医生其实已经跟他说 其实这个状况恐怕未来会洗肾 然而因为这个病人只有四十多岁 他就觉得我现在如果就要开始洗肾 那我可能以后我一辈子的要出去旅行 什么都很麻烦 因此回来的时候 其实回来的时候我们真正讨论的 就不是原本的高辖糖尿病 而是讨论那这个免疫疾病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怎么控制 那因为其实药物医生用的都很OK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们就说那不然我们来看你的饮食 其实这个人的饮食后 回归一开始为什么的糖尿病高血压 其实都是同一件事 他的饮食就是宁关姐刚刚讲的 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属于大鱼大肉型的人 你看他的饮食一周里头啊 每一天的晚餐 他都会去吃高级的这个普通的牛排都会 他基本上每一天的晚餐都是吃红肉 并且呢他在很多时候都是吃 我们很方便的比如说咸素鸡啦 这些所谓的油炸食物 那时候我就先把这些东西揪出来 那因为他那时候其实被医生说要洗身吓到了 因此呢我就跟他说其中一个任务是 我请他把所有的煮完便咖啡色的红肉 我把它叫做红肉 把它从一个礼拜几乎天天吃 改成一个礼拜少于两天 那因为他的疾病比较严重 他其实基本上不是两天 他是都没吃 那蛮有趣的是 其实我们在 我们还有做很多调整 那这是一大段的饮食调整 在一段时间之后 回过头现在看看胜子素 他原本的指数都是在1.6 1.7 叫做Cretinin肌肝酸 其实真的蛮高的 现在他的指数是0.7 也就是其实现在是已经回到 所谓的正常的一个肾脏的功能 医生也都觉得 你的指数怎么好的这么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说 虽然很多疾病我们都觉得很恐怖 有时候饮食好好的调整 其实也可以做起的 那再讲回最近呢 因为这个我们说最近的病毒 开始这个病毒大反扑 各种病毒都懒 在病毒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吃素食 或者是吃偏素食 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你可以看到这边一字排开 其实当然维生素系列都在里头 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C 叶酸 然而有两个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叫做纤维素 就是纤维质跟益生菌 那他觉得这两个 为什么会跟感冒有关 它不是调整肠道吗 其实我们必须要说 在肠道的下方 注成一群免疫系统 当我们在感冒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免疫不稳的时候 这群免疫系统 如果它稳定 可以让我们的感冒症状 免疫症状 可以减少风暴的发生 因此我们看真正的 所谓的健康素食 其实不是加工食物 而是涵盖大量的蔬菜水果 大量的蔬菜水果 当你的纤维质多 你的肠道就在一个 比较有利于 自己的益生菌生长的环境 因此你自己 天然的益生菌就会上升 你的纤维质也会上升 同时蔬菜水果 各式各样的颜色 各式各样的维生素 其实也会补充到 所以因此你可以想象得到 假设今天你是一个 好容易感冒的体质 你可以把部分的饮食 改成丰富营养的 素食种类的东西 有可能就可以 比较平安的度过这个冬天了 那萧医师 这个吃素 或者吃天然的蔬食 其实我的感觉 在台湾还是有点差 但是天然的蔬食 事实上很明显的 对肠味道的消化的功能 都会有所帮助 没错 那吃素的这一个族群 他们的肠味道 会受到影响吗 真正吃健康素的话 其实是对健康还不错 特别是吃这些素食 里面有很多的纤维 那这个纤维事实上 就是在养我们肠道好菌的 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讲 因为我们肠道里面住了 大概10的14方 14次方 100兆之的细菌有这么多 那你也希望哪一种 好菌多或坏菌多 那你就看它给它什么刺料 那你想要养好的菌 那你就要多吃一点纤维脂 因为而这个肠道菌 因为它当它失衡的时候 那影响可大 我们都以为说肠道菌 只有影响肠胃 或者说免疫 我们常常讲 事实上不止 它影响到代谢系统 甚至说连现在最最热门的 瘦瘦针 那个GLP1 那个细菌都会影响到 所以说有些讲说 什么柿子益生菌 还真的有这回事 现在都在做正在进行 很多的临床研究 那也会影响到像说 自闭症这些大脑的功能 所以菌相失衡一堆问题 那最后一个像说 我们肝胆科常常讲的脂肪肝 你菌相失衡的时候 也会出现 肠肉症的时候 就会出现脂肪肝 所以菌相的健康 对我们的影响 健康的影响 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在真的说 吃健康素食 在临床研究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 说来证明这个 不查不知道 一查 原来这么多的研究 那我举一个是最近的 过去有很多研究 都讲一件事情 他说假设你吃健康素食 好菌会多起来 坏菌会降下去 那很多的综合分析 都这么说 那我举一个最近的 2020年 在美国乔治亚大学 那他们的目的 当然是说 吃了素食以后 体重会不会降 可是他这个过程 他也去分析说 这样吃素 他的肠道菌相 会怎么的变化 过去我们在 在分析肠道菌相 说实在实验上 不太好做 但因为现在的 技术进步 我都可以分析 那他把168个人 他分两组 一组说 请你吃健康素 这个健康素 就是颧骨类 豆类 蔬食类 水果类 这四大类 这么多豆类食品 是没有 就是吃健康素 那油脂就不能太多 因为吃太多油 还是有问题 一天就20到30克 那对照组呢 就全部还是乳肠 就是砸食 那过16周以后 我们看很清楚 他一个好菌 最近很热门的 叫做普拉梭菌 这普拉梭菌 他就明显上升5% 那这个上升有什么好处 他对整个胰岛素的阻抗 就可以下降 这非常特别 而下面的那个呢 就是脆弱泥杆菌 我们看到那个梭菌 就是很长 细细长长的细菌 那这个泥杆菌 就会短一点点 像短棍子一样 那这个是坏菌 这个是坏菌 它特别是 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坏 它是结群成党的时候 会变坏 它跟谁 狼狈为奸 跟大肠杆菌 狼狈为奸的时候 那么大肠癌的风险 就会上升 而你吃了素食以后呢 这个泥杆菌会下降 所以看起来就是 你吃了真正的好的素食 好菌是生的 坏菌是降的 所以看起来呢 吃蔬食对健康还不错 那当然假如说 以体重控制来说 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还是要均衡 那接下来 谭老师就要来分享 健康好料理 谭老师事实上也是 吃大量的蔬食 全食物的嘛 那这个特别是 你吃圆形的食物当中 本来就会吃到 比较多的膳食纤维跟营养素 对 对 那我们今天做的是那个豆皮 好豆皮 对 好豆制品 其实在台湾 真的有各式各样的选择 对 那这个是比较天然的 这一个豆皮豆包 那举例来讲 在台湾其实这一类 也都算豆子皮 这个就是豆浆豆皮上面 那一层的那个豆皮豆包 那这个也没有经过油炸 所以它颜色比较淡 对 老师假设你买这一类的产品 你怎么保存 其实我是买新鲜的 这我一定买的时候 是看它是放在冷藏柜 或者是冷冻柜的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豆制品 很容易发霉 对 那所以我就会选择这种 然后买了之后 就像我们买鱼买肉一样 要赶快回家去保存 好 那你保存是直接采买回来 这个就放冷藏吗 没有 我放冷冻 冷冻吗 对 等一下你连豆皮都放冷冻 对 这样才能够放久一点 如果说像我 因为像这样子一盒 我已经吃不完 那我就会把它分成三份 然后两份就直接冷冻 然后一份就是 我们就把它吃掉了 而且我会看它的保存环境 通常我会买冷藏的 我觉得比较安全 应该说所有的蛋白质 冷藏的保存都相对新鲜 因为蛋白质是会变质的 那它豆类蛋白也是会变质 非常容易 所以一定要买就是等长环境下 好 那你为什么要先把它煎呢 因为你炒一炒之后 它的香味会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先把它炒热 然后稍微有点点微焦 然后我们再把它拿出来 再炒其他的菜 好 就把它的那个豆香 把它煎炒出来 然后也可以去掉一点豆腥味 对 那我们今天是无肉版本 那初始版本 喜欢肉的也可以再加肉 对 来我们镜头看一下 这个让它豆皮两面煎香之后 我们把它取出来 那刚刚其实谭老师用很少的油 要让它那个豆香 这个比较诱人浓郁 待会还要烧其他配菜 对 然后再来我们就是番茄 好 那我这番茄就平常我就会准备一些 在那个冷冻库 那就直接把它煮到有点糊状 那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所有的菜一起下去就好 我们待会准备了番茄 准备了菇 准备了芹菜跟这个玉米树 吃素它其实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耐力 肌肉力量的表现 并不见得会比较好 让我们的肠道好菌上升 快菌下降 体重就减得越好 所以说你养好菌以后 它反过来 会影响到你的体重 好 烧烤的同时 麦医师要提醒大家 这个在台湾 吃素的观众朋友 很容易吃到这一类的豆制比 然后呢 也很容易像唐老师这样子 有一个豆皮的选择 然后也很容易选到豆 就是原始的豆 比如说毛豆 黄豆 那个在台湾普及率也很高 可是有一些人吃豆制品 吃多了肚子会撑根脏气 这怎么办 其实豆制品里面 主要是因为全豆制品 还有一个成分叫FODMAP 那FODMAP这个东西 大概就是一个短练的糖类 可能包含了果糖果聚糖 或多元醇等等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在肚子里面容易发酵 那我就直接用一个例子 有一个大学生 大概18岁多 爱上一个吃全素的女孩子 大家都知道爱到比较猪猪 他为了追这个女孩子 就跟女孩子进入同一个社团 然后住在一起 然后跟着那个女孩子吃东西 可是偏偏这个男孩子 他本身有轻微的长造症 那我们都知道轻微的长造症 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开 FODMAP这一类的食物 那他那时候就跑来问我说怎么办 因为他现在 我先讲他有两个问题 他问我两个问题 他说医生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他在健身 他希望练出肌肉吸引女生 他需要吃大量的蛋白质 那现在他又要追这个女孩子 所以他必须吃素 那吃素的话 蛋白质来源怎么办 那我就跟他讲 好 没关系 我一样一样教你 第一个 如果你吃素的话 你的蛋白质来源 大概有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豆制品 豆制品包含 刚刚主持人讲的 黄豆 黑豆 毛豆 这些豆制品 那记得绿豆 红豆不算 那第二个重要的来源 其实大家可能都忘记 是颧骨杂粮类 卖饭里面 通通都有蛋白质 那刚好豆类跟颧骨杂粮 会互相互补 因为颧骨杂粮类的蛋白质 缺了离氨酸 豆制品缺了角氨酸 两个可以互补 那再加上坚果种子类 提供很好的油脂 也提供很好的蛋白质 所以这样吃就不会有问题 但问题就来了 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 现在很多吃素人 都是很多的豆制品 或加工的豆制品 加工的豆制品 其实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是油炸过 所以里面多了很多的油脂 第二个油炸过的蛋白质 其实有很多焦化的蛋白质 并不是优良的蛋白质 那第三个就是我刚刚有说 其实蛋白质来源有豆类 跟五苦杂粮 其实有很多我们看到的 所谓看起来像肉的豆制品 或者素肌素压素额 不一定是豆类做的 那这里面 不论是麦类做的 或者是豆类做的 都会含有FODMAP这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 好吧 那你就来想想 我就给他一张表 什么叫做高FODMAP的东西 什么叫做高低FODMAP的东西 基本上你就想低负名饮食 或者高负名饮食 那以豆类来讲 其实如果是全豆 比如现在大家很夯的 全豆豆浆 它是整颗黄豆煮熟去打的 它里面的这个 小分子容易发酵的糖类就很多 可是如果它滤过了 再煮过了 比如说像板豆腐 它还压过了 那它的FODMAP含量就很少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 豆鸡豆腰豆饵也一样 有些豆鸡豆腰豆饵是用麦做的 那里面其实就是高FODMAP 就是高负名饮食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 水果类的很好分 水果类只要里面子很大的 比如说芒果 比如说苹果 还有那个酪梨 这个都是子很大的 它的FODMAP含量就很多 很容易脏起 那蔬菜里面竹笋豆芽白菜 或者是菠菜 FODMAP的都少 但是如果是芦笋花椰菜 FODMAP就多 那我们常常吃的五辛 包含那个葱蒜 还有这个洋葱 也都是FODMAP多 我就告诉他 你就照这样吃 牛奶的部分就尽量少吃 那如果要吃五穀的话 吃白米会比吃面类好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 很多素季酥鸭 其实是面做的 他就照这样做 他不但跟着这个女孩子吃素 没有问题 脏气也消失了 然后他以后考试的时候 也遇到紧张的时候 他也不再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跟他讲 你吃素的时候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身体 因为FODMAP是非常多的 种类的糖类组成的 你很可能吃某些东西 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去看他的标示 比如说你吃全豆豆浆有问题 你吃滤过的豆浆没问题 那就是滤过的豆浆没问题 你如果吃这一排的素季素药素额 没问题 吃那一排的有问题 可能他们的成分是完全不同 对 好 同时间我们谭老师这一锅好了 然后我们就加最后加上芹菜跟豆皮 再一起去拌一下 那我们的调味其实很简单 就一些盐 一些糖 因为我们有番茄 所以要一点点糖 这样它的味道才会好 好 芹菜其实是这个容易熟的 然后你一个一点点的这个简单的调味 对 而且这个料理 这个非常容易复制 那我们就来试吃 大家好吃的料理还是一如往常的 用很多的原型食物 然后再利用食物天然的酸度跟甜度 让你吃起来的时候 吃到各式各样的蔬菜 其实感觉是很丰富的 但是我今天要特别讲一下 这个豆皮的口感 那我先以今天谭老师的这个料理 它其实这个豆皮在你吃的时候 有一点像炒肉丝的感觉 就是吃起来其实会有一丝一丝 很像肉的口感 同时你可以满足你的口感 同时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豆制品的来源 在吃的过程中就会比较安心 那我特别讲一下说 我一开始有提到说 其实在吃素有很多的文献研究 其中有一段研究 在各个很多的大国家 都有发现了一个共通特点 是吃素的人 似乎比吃肉制品的人 心血管的风险会下降 其实从研究上这样看 从原理上这样看 都是合理的 我们来看一下 动物性的蛋白质跟植物性的蛋白质 这是主要的素食跟不是素食的差异 它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 植物性蛋白质跟动物性蛋白质 我们比较它的胆固醇 比较它的一个纤维含量 比较它的脂肪含量 你都会明显的看到 动物性蛋白质的胆固醇高 脂肪高纤维低 相反的植物性的蛋白质 它的胆固醇低 它的脂肪低 它的纤维高 因此我们都说这个三高的人 其实我们就是要吃低胆固醇 跟高纤的食物 一看其实你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我们吃植物性的蛋白质 相对对于三高的病人是好的 然而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 在台湾真的都是这样的现象 我刚刚特别提到这些研究 是一些大国家的研究 在台湾是不是绝对都是这样的现象 我就讲一个我身边很靠近的 一个朋友的案例 这朋友呢 他其实后来改吃素 他改吃素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三高 那他其实真的是一个 血糖控制的不是很稳 高血压一点点 胆固醇的问题一直都要吃药控制 那有一天开始他就觉得说 那这样我改成吃素好了 所以他就开始吃素 果然在吃素的前半年 他的体重也减少了 他的三高的状态也稳定了 然而就只有前半年 他后面的时间呢 血糖控制越来越不稳 他的血压也控制越来越不稳 一开始他是归咎说 有可能就他年纪大了吧 所以这些问题 就会随着老花一直发生 我就说感觉不太对 我就开始注意他的饮食 因为他是跟我比较靠近的朋友 有时候出去吃饭 我就在观察他 确实他在肉制品都是不碰的 然而吃完饭 因为这个饭里头很多时候 餐厅其实不一定对素食友善 他可能没有吃很多 他下了这个餐厅后 他都会再去特别的地方 买一些其他的加工食物来吃 所以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 他吃的素食没问题 然而是因为吃不饱 因此导致他后面吃了一大堆的东西 那这个现象其实在台湾 我们有观察到一些方便的素食 确实也会有同样的状况发生 如同我们桌上看到的这些 他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还是加工过的食物 例如你会看到很多都是油炸过 有些东西都是精致过 让它干燥过的东西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其实常见的塑料有以下这些 有些是叫做素肚素火腿素肉松 这些为了让它的豆制品 加上一点咸味 所以它通常它的纳含量是爆表的 第二种是呢 它是加上一些 比如说我们说的面肠 烤肤面轮 它其实里头的塑料 是以淀粉类为主 所以它是热量爆表的 因此其实我们还是鼓励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决心 因为你是有身体健康的问题 你想要吃素其实真正的经典 标准素食是像谭老师 这样的素食方法 用天然的原型食物 来取代我们的动物性蛋白质 尽量的依照这个原理 你的素食就会达到 我们说文献上的那些那些的好处 那相反的如果你是为了吃素 而吃素的人 可能这些我们想要健康好处 不一定达得到 那赵老远医师 有一阵子有一种江湖上的流传说法 说吃素跟蔬食 可以增加肌耐力 是真的吗 我们最近马拉松很多 几乎每个礼拜都有 我有个病人 他就是他喜欢跑马拉松 连续报了三个 那他在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准备 他就跟我说 他真的有看到这个文献 他就说听说吃素呢 可以增加他的那个肌肌肉的那个耐力 于是他就开始吃素 整整吃了三个月 那那些男门诊他跟我说 我觉得这根本是骗人的 他说我吃了三个月 我不止是我的肌耐力没有增加 我连这场生活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累 我连做什么事情都提不了精神 好那我就跟他讨论了解他怎么吃 因为他其实平常不习惯吃素 所以他以前是都吃大鱼大肉这样子吃 他觉得运动他需要吃非常多的蛋白质 所以吃非常多的肉 那现在一下子吃素呢 他等于说他也不知道说要多补充蛋白质 然后要多补充一些其他的营养 所以就变成营养不够 所以造成他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确实是临床上的研究 有是说吃素 他其实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耐力 那是肌耐力 你说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可能耐力会比较好 可是对于肌肉力量的表现 并不见得会比较好 就是你需要一些激励的表现 并不见得的时候相对会增加 那我们就是提到说吃素呢 其实要非常注意均衡 刚刚几位医师其实有提到 我们要均衡饮食 吃素比较容易 大家可以想到 维他命B12会缺乏 然后会缺Omega3的油 那维生素D 然后铁心钙 这些会缺乏 那如果有这样这些缺乏 如果你没把它补够的话 很容易会造成一些生活上的 比如说容易累 如果B12不够容易累 然后造血功能也会变差 容易贫血 一旦贫血之后 其实因为带氧量不够 所以你反倒运动的时候会更累 那如果说鱼油不够容易发炎 容易有一些发炎的反应 维生素D如果不够的话 其实也容易有一些慢性疼痛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吃素你要注意说 有这些缺乏你就把它补齐 那刚刚已经那个新梅医师有提到说 我们吃这些食物其实要吃原型食物 不要太多的加工 我们知道就是说需要多样去吃 虽然素食可以补充非常多的花青素 可是如果说你处理不得当的话 其实反倒会过多的加工 过多的油脂 过多的淀粉会摄取 所以这边可能提醒大家就是说 要注意去做均衡的饮食 然后还有记得水分也要补充够 你如果吃非常多的蔬食 可是你水分不够的话 其实一样是不行的 那请教一下萧医师 吃素对于体重的调整控管 有影响吗 吃素对体重控管 应该是有影响 但是我们也去观察 我们身边真正吃全素的人 都是瘦子吗 好像也没有 我觉得很两极化 有一种很清风到骨的会变很瘦 那有一种会吃到很胖 没错 所以当然跟个人体质也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影响体重的除非饮食之外 当然是运动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提过乔治亚大学做了这个研究 他本来他的目的就是说 真的吃素食会减重吗 他就是很简单的这样的诉求 那顺便看他说 为什么他能够减下来 所以他说把这168个分两组 他本来都是杂食的人 就是一般的饮食 那现在他全部吃全素了 而他全素他特别强调 他是就是吃全骨类的 就是他是原型食物 就像谭老师煮的这样 骨类 豆类 蔬菜 水果都是原型的 没有这些加工 然后油脂还不能太多 那运动量不强调改变 我们就是改变饮食 那过了16周以后我们看 这个吃全素的这一组 他减掉5.9公斤体重 而对照组没变 他让我看一下素食减了0.5公斤 但是统计上没有差异 所以没差 那减掉了 而且大部分减掉的是脂肪 OK 所以这样的 好像素食减重不错 好 那我们再探讨下去 那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跟细菌只有关系 因为你吃了这么多的健康的素食 让我们的肠道好菌上升 坏菌下降 而这个好菌增加了越多的那些人 他体重就减得越好 所以说你养好菌以后 他反过来会影响到你的体重 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向的 但是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体重控制绝对不是只有饮食一项 它还是牵扯到你个人本身的体质 也牵扯到你有没有运动 然后特别要强调 就是说你必须要吃的是健康素 不可以说还是那么多的油脂 这么多的再制品 这样对健康还是有影响 那接下来 阿峰老师也要分享健康好料理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这边看过去有各种造型 然后我今天要做的这道菜 也看到我把各种的蔬菜 蔬果切成各种造型 其实我们讲说煮一道菜 满足的就是口郁 那我今天先把这个当令的南瓜 切这么大就是先满足的是口郁 那其实这边其实大部分先用的叫做 面粉的淀粉 豆类里面的蛋白质的淀粉 去创造就是满足我们口郁的口感 所以我选择了南瓜 所以我们先来把南瓜下来 好 我切大大的就是要满足我们的口郁 然后呢 至于蔬食健康 有人吃是宗教素就不用蒜头 没关系 那我今天因为有这个 就自然就好了 蔬食 所以我放了这个蒜头 放了这个洋葱 其实我到印度 发现印度这个国家 70%的人都吃素 但他们吃很多洋葱啊 蒜头都吃 好 那我先把这个爆香了 那我今天就把这个南瓜 它其实整一是我这道菜里面的 淀粉质的主食的来源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 刚刚赵容医师说的 圆形食物的概念 对 好 我就来放热水 去焖煮它 这个是栗子南瓜吗 对 我用这个季节的栗子南瓜 好 南瓜其实对男女男女 烧都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跟食材 把它烧好 其实我觉得老人小孩也可以接受 好 那我现在就把它先放进来 这个煮的时间就要比较重要 我觉得煮食物 风味 比如说像这个要煮比较久 那你可以看到我今天带来的食材里面 还会有玉米粒 还会有这个洁瓜 这两个它其实 玉米粒我今天用罐头的 它很方便 就倒下去 你千万不要现在就煮下去 煮下去就味道就通通都没了 它最后你南瓜煮好的时候 放下去一下子 这洁瓜有它的甜味 也煮也很快 我们后面来放 那这个就另外来煮 它其实转换率跟鱼油比起来 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假设鱼油 我是要吃500毫克 那你的哑妈仍有可能 就要吃的量比较多 那所以我现在利用这一点时间 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在教课 曾经教过素食班 那很多人吃素 他就开始会有一点点的 心态上的害怕说 我全部都吃菜 我是不是要来买 去走一趟之后 都买这些 对 都买这些 其实他就是有一点不安全感 说我原本餐桌上有肉 那我那些要卤的那些东西 从哪里来 你看素的肉做到三层肉 对 而且他那个三层肉 他还有颜色色差 对 那他其实就是要借由 很多的蛋白的抽取物 然后去创造出这种 我们满足跟我们肉 很像的口感 所以他有复合 那可能甚至你拿来 我们还会有香料的口感 然后还要有添加油脂 然后比如说这可能是我们鱼香 蟹肉瓣 我们烦恼的这些添加物油脂 它在这里面你可能都会看到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 那不然我就买白一点的 那其实我们白一点的 可能我们传统会看到的 就是白豆腐 对不对 在市面上面 刚刚谭老师用的叫豆包 豆皮那是属于白的 或者是白面肠 可是你会看到的 可能像这样子 一般的 对 我觉得这个也都很常看到 这很常看到 这两个 对 这个从小看到大 在市场上面有一种叫白的烤肤 可是像这种 你会看到它可能加了焦糖色 或者是您把你手去搓一搓 你会发现 这个它上面有油 你闻一闻 你的手去摸 它有 这有一点油耗味 对 它可能这家店生意很好 你闻起来是油炸的香味 可是有的可能甘霸店 它是生意没有那么好 对 它可能是一个老化的油脂 对 所以你可能买的时候 你要学着去辨别 它的一个成分 到底结不结 是不是安全 所以你买回来 不是所有的都一定是安全的 那到了年节 妈妈就得要买这个树鸡 这个是树鸡喔 树鱼 我刚刚以为我们企划准备了紫菜 结果这是树鸡的无锅鱼 它其实是吧 而且它还做成鱼的形状 不是 它是因为把这些蛋白质的复合物 然后外面再裹上一层这一个 它才会有海鲜的味道 对 对 可是事实上妈妈你们在家里面 我觉得就尽量的回归到原始 好那我今天呢 比较特别的是说 如果你在家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今天大块的煮食 我们的南瓜 它就有南瓜的大的口感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去煮它 然后煮出它原始白水的南瓜的口感 然后也不要煮过头 煮一个食材 它基本上只要煮到 你可以看到 东西如果头会过 像我现在还差一点点 我现在刺穿 还差一点点 然后我现在要开始来加它了 它已经煮到开始 我可以刺穿它 然后我现在来加我的玉米 那现在它的汤的味道 它就会变成玉米汤 这样也不会煮过头 好 再来 我们可以放上我们的结瓜 好 我们结瓜跟玉米下去 对 好 那等到它们都煮熟了之后 我要增加它是奶的风味了 对 好 那我再来 怕奶会淤锅 我们就不盖锅 让它们去煮沸 好 菇呢 我就会希望 它是呈现的是肉丝的口感 那今天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一道菜煮蔬食 肉 菇我就煮切很厚的 挑很厚 然后呢 希望它是有多元的层次 好 我们就用干培的 所以在这个锅子里面 我们现在锅已经热了 我们直接在锅子里面 好 干干的培它 我们有点干烘这一个香菇 好 那这个干烘需要一点点时间 让它熟 也让它那个菇的美味释放 好 这个烹调的同时 曼医师也要分享 刚刚讲说吃素 有些观众朋友会担心 缺乏动物性的蛋白质 会不会缺乏特定的营养素 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 就是维生素B12 对 我先讲一个案例 我有一个42岁的妈妈 有一次她拿她的检验报告 来给我看 她说 曼医师 我有那个子宫经线症 所以比较容易缺铁 所以我可能有点贫血 可是我吃铁吃了这么久 怎么还是贫血 那就看了她的报告 对 她确实有贫血 可是她其实是大球性贫血 那在座的医师一听就知道 如果是缺铁性的贫血 应该是小球性贫血 大球性的贫血 大概就是叶酸缺乏 甲状腺低下 不然就维生素B12不足 那这个时候我就问 就好奇了 她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不足 因为维生素B12 如果你是吃荤食的 并不那么容易缺乏 我就问她 你是不是吃素 那那个妈妈就有一点点犹豫 后来我在想 因为有些吃素的人 可能不习惯跟人家讨论 她平常是吃素 她的饮食习惯 我为了打开她的信号说 你不用担心 小曼医师也吃素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讲 她一天很高兴 对 我吃素 那可是 医师你是担心我缺什么 我说我担心你缺B12 因为B12其实大部分都是 细菌发酵之后 在动物里面才会有的一个成分 那我们吃素的来源 其实非常的少 她就跟我讲 不会啊 我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跟她聊天 我发现她不只是宗教素 她还是一个动保爱好者 而且是一个环保者 所以她是非常严格的Vegan 我跟大家讲 Vegan的意思是 所有的动物质品都不碰 那好 我说 那我了解了 既然你是Vegan的话 那你吃到的东西 维生素B12的来源就会更少 她说不会 我有吃比如说螺旋藻 或者是酵母的发酵物 这些东西不是都有 含有大量的V12吗 我听完以后 我就知道她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维生素B12 如果是来自螺旋藻 确实有V12 可是它螺旋藻里面的V12 有分为V12跟 Sudo V12 就是微V12 V12的类似物 它进入到你的肚子里面以后 可能吸收率不会那么的好 甚至会干扰V12的吸收 那再来就是说 她吃的酵母代谢 不是所有的酵母发酵 都会出现V12 我们大家都知道 V12进到身体里面去以后 它要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你胃要好 因为它吃进去以后 它要跟你的胃里面的胃酸 还有内生性原子结合 你才可以变成可吸收的样态 你的肠子要好 因为它会在小肠吸收 那它接下来会到大肠区 又继续发酵 可是大肠发酵出来的V12 我们没有办法吸收 所以讲了半天后 就跟他讲说 你吃的东西很可能 你以前用的产品 不是一个好的产品 也许你要找纯素食的V12 你要再花一点心思 那最重要的是 因为我跟他讲 我也吃素 所以我知道他的心房在哪里 我跟他讲 我们吃素的 最容易缺两个维生素 一个是V12 那他事实上 现在有非常好的合成V12 跟有非常好的细菌发酵V12 都不杀生 另外一个容易缺 是维他命D3 因为素食只有维他命D2 没有维生素D3 我跟他讲 维生素D3 是从羊毛脂瓜一瓜 晒完紫外线就变成D3 也不杀生 他妈一听 大得他心 因为他就是一个动法爱护者 又是一个严格的Vegan 我们根据他的需求 告诉他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产品 他就放心了 那他好好的去补充V12以后 果然六个月以后 他的所有的状况都变好 顺便也跟大家讲一下 这种V12的贫血 不是只有贫血 觉得累 觉得容易喘 他还很容易有 莫名其妙的神经痛 年久以后甚至 比较容易出现痴呆 就是脑神经不好的问题 所以希望各位吃素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正确的补充 然后定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同时今天 阿邦老师的香菇烘好了 对 很香的香菇味 然后我的南瓜 已经筷子可以刺过 淡淡的咸味我把它放进来 然后呢 我现在在这上面要放一个层次的味道 就是我把起司片盖在这上面 让它呢 再做一个最重要的风味的融化 我们要做北海道起司锅 对 然后呢 只是我们用香菇替代肉 对 然后一点点的蒜 少许的胡椒 对 这就是我们在风味上面的变化 肉丝 你可以看到素的 黑胡椒素肉 然后它是很干爽的 所以你的肉待会还要再进起司锅 对不对 对 它刚好半容 关起来的时候 妈妈盛菜盛上来的时候 我们的香菇刚好只有放上面 不要嚼进去 风味很有变化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阿卡是刚刚用了干煸的方式来做 闻的时候就会有好像要吃牛排的感觉 吃进去的口感 那种干爽的感觉 其实真的就有肉汁的感觉 跟我们在家里 一般我可能丢进锅里头煮 或者是加水煮 其实味道就不一样 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学着用这样的方式去煸炒锅 它就可以有我们说肉的口感 那同时因为确实 我自己吃素的时候 我也可以感觉到 很多人吃素是因为吃的时候 好像都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阿方老师这套料理 其实它的口味是丰富的 它的口感也是丰富的 从很软烂的这个洋葱 到已经有一点脆度的南瓜 所以其实你在吃这一道的时候 你会觉得吃起来是开心的 是满溢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吃素 吃得开心 我觉得一个很简单很棒的方法 那刚刚其实我们很多专家都有提到 小心在长期吃素的时候 你可能会缺乏的营养 那我今天要来讲一个 这个是基本上我们在做营养治疗 我们一提到 只要是吃素的人都跟我摇摇头 我们就提供它一个隐藏版的 可以补充它的一个好方法 首先我先讲一下这个病人 这病人来找我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个过敏性鼻炎的人 那过敏性鼻炎有时候是代表 身体一直在发炎 因此那时候我们就给他两种营养素 去给他这个介入的建议 其中有一种叫做维生素 第一刚都有提到 他对这样发炎的好处 第二种就是Omega-3 那时候我记得这个病人 他一听到Omega-3 他就先问我说 那Omega-3一般的来源 是不是都是鱼制品来源的 确实是 所以后来他就说不能补充 后来我就给他建议 那你不要补这个鱼油 你去补另一个东西 那其实在整个治疗 大概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他补了我们等一下讲的 这个另一个东西 对他的效果是一样有效的 因此他后来的过敏还是改善了 那是什么东西呢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Omega-3 其实很多人对Omega-3的认知 都是只有两个数 两个英文 一个叫做EPA 一个叫做DHA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 Omega-3其实只有这两个 然而其实这边你看到的 每一个三个英文数字的 他都是叫做Omega-3的组合 那你会看到 每个上面都会有一个箭头 就是指他的 很像他的工厂 从这个ALA一路转到 这个EPA再一路转到DHA 那然而我们在做一些营养治疗 尤其要这样发炎的时候 其实DHA的效果 比较是顾恼的 所以这样发炎 一般我们其实会用的是EPA 那这个时候呢 我其实跟他建议的是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给源头的ALA ALA的来源是什么呢 例如像是亚麻籽油 好那特别提醒一下 亚麻籽油 其实他有几个 你在加入这个东西 当做Omega-3的补充的一些隐藏版 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他其实转换率跟鱼油比起来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假设我鱼油 我是要吃500毫克 那你的亚麻人油 可能就要吃的量比较多 第二个呢 是其实亚麻人油 它是比较不耐热 所以像我们刚刚 我们的煮饭的时候 你去把亚麻油加 其实这是比较不对的 我们只要建议是 凉拌或者是低温烹调 这样的方式为主 那因此呢 假设你今天补充了LA 它一样会在我们身体中 就像这个工厂 转到我们所需要的EPA 达到降法炎的作用 因此假设今天 你是一个吃素的人 我其实就蛮建议你 如果Omega 3 你自己也知道 你比较有机会缺乏 不如你就在每天里头 有些凉拌菜 加点亚麻人油 其实慢慢的 你也可以把你Omega 3的 浓度给上升 那张龙医生 也要提醒大家 吃素的人也要注意 维生素D3的社区 我这边先分享一个案例 我有个病人 其实经常性的脉性疼痛 他大概到30岁左右 那其实也都查不出原因 后来其实我们把诊断 其实叫做纤维肌痛症 其实就传统我们说的公主病 公主病他就是说 其实他经常性非常没有精神 觉得没有睡饱 那身体有非常多地方 会有觉得疼痛 那像这样的病人 其实长期需要吃一些 消炎止痛药 那天天来看的时候 其实我才知道说 原来他吃素 那我再问一下 其实他也没有特别 去补充一些营养剂 于是我帮他抽血 验了维生素D3的数字 只有10 这10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 正常其实要30以上 那如果介于20到30 其实是还可以 可是他到10的话 是严重的不足 那像这样的状况 其实就必须要大量去补充 维生素D3 那我就请他补充 经过一段时间的补充之后 他这个慢性疼痛有改善 那再配合一些复健跟运动 他消炎止痛药 其实量就吃得非常少 所以维生素D3 是一个非常重要 要补充的一个东西 那刚刚在跟麦医师聊天的时候 我们小儿科医师也建议 就是说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妈妈会 喂母乳 那母乳其实在吃母乳的杯底 其实可能维生素D3 也会不够 因为我们配方奶 其实会有添加 但吃母乳 它其实也像吃素概念 也是会缺 所以可能每天必须要补充 大概400IU的维生素D3 在这边提醒各位妈妈 好 谢谢医师 丁宁也 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Marc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好 赖跟Telegram的官方账号首页 影片还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Q 欢迎大家订阅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